不少人都覺得臺灣的自來水喝起來 有消毒水味 有時還會出現沉澱物 要是拿來喝 可能會致癌 所以幾乎都會買這個濾水器來過濾水 但是我們的採訪小組 調查就發現要是錯誤的使用這個濾水器 原本沒有問題的水 反而會滋生大量的細菌來傷害健康 想要瞭解如何慎選濾水器 來看我們今天的真相 極先鋒 今年十月底 南投草屯市區民眾家中水龍頭 流出咖啡色的污泥水 看了好嚇人 不少人都覺得 臺灣的自來水常被泥沙滲透 裡頭也含有大量的濾 所以幾乎都會選購濾水器 但臺灣的自來水品質 真的一定要經過過濾才能安心嗎 這個也是錯的啦 自來水標準 我們就規範很清楚說我用濾來消毒 可是我每一公升自來水 那山爐夾碗溶度不能超過1.5毫克 在這種溫度的溶度下其實是安全的 採訪小組展開調查 經過濾水器的水品質是否會更好 我們把民眾使用了三個月的活性碳濾水器 蓋到臺大的水安全研究室 請水質專家分析 自來水沖進濾水湖 接著把濾過的水倒進採樣袋 取樣到濾膜 經過五天培養 結果出爐 生菌數很嚇人 使用三個月之後 它出水的總菌落數的數量會比原來入水的多了 大概至少五倍以上 那也超過我們的那個飲用水的水質標準 在身體比較虛弱的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的 前代疾病的人的話 可能有機會有腸胃道的困擾 還沒過濾前的自來水總菌落數是32 但沖進使用了三個月的濾水湖 聚落數卻反而飆升到139 原本合格的水為什麼變得不合格 問題出在濾水器經常會使用的活性碳 活性碳是細菌滋生的溫床 有很多的孔隙 然後所以微生物很喜歡在上面形成聚落 如果是要去掉生菌的話 其實最好是選擇有薄膜的 或是中控絲膜類的濾水器 可能會比較理想 市面上的自來水濾水器 主要可以分成兩種材質 第一種看到是薄膜 作用主要是拿來消除水中的雜質 還有細菌 另外一種則是活性碳 作用是拿來消除有機污染物 像是消毒時會產生的三爐甲腕 還有鹿乙酸 但專家強調 不管哪一種濾水器都不是必需品 因為台灣的原水水質其實很安全 採訪小組接著前往經濟部自來水公司 擁有最大除水量 120萬噸的板心水廠 帶您直擊自來水瓶管 溪水流進分水井 首先要經過快混池 含浸水藥劑劇烈攪拌 接著經過焦雨池 讓藥劑發揮作用 再來來到沉澱池 沉澱後收集上頭乾淨的水 最後來到快濾池 濾掉最後的雜質 就能加入濾 進行消毒加壓 送到你我家中 為了要去除水中的細菌跟有機物 那我們會在處理過程中 添加消毒劑 每個人的那個可能嗅覺會有 稍微有差異 但是這個對於人體健康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目前近五年來的檢驗合格率 大概99.94%這樣 海水實驗室裡配有生物性養物試驗 監控原水品質 處理過後的水也有研究員24小時監控 自來水的濁度和濾濃度 確實把關民眾用水 更重要的就是說民眾的話 每半年清洗就是自己住家裡面的那個水池 那這個可以自行清洗或委託我們公司福島合格的清洗業者來處理 雖然台灣水質良好 但管線漏水問題其實不小 每年自來水管漏水率高達18%以上 水管一漏水細菌和蚊蟲跟著進到水塔 原本乾淨的水源因此有了被污染的機會 這也是為何學界和醫界都說 裝濾水器並非必要 但民眾應該定時清潔水塔 政府也要儘快解決漏水問題 才是當務之急 而新聞蔡庭麗羅大偉學一款戴榮賢專題報導